對於這個項目,我覺得終止待續是重要的 因為警方在一連串的社會事件上 已經讓我們市民對你們的專業 對你們整個警隊的政治中立的精神是極度懷疑 昨天,昨晚,以照現在,我們看到 本來警方就說是協助執責主任去執行一個民事的禁制令 不是清場,但我們看到的,你們絕對是用武力去清場 現在都在做這種武力的行為,這種暴力是絕對要受到譴責的 完全沒有需要的拘捕,完全沒有必要的暴力 我們現在是不斷看到 你現在來申請一個行動基地 我們是很希望支持警方去維持治安,去執行我們的法律 但是現在你一方面就說,我們是從旁協助 執法主任都離開了 市民站在行人路上,你照樣暴力清場 這個是不是在執行禁制令呢? 很明顯已經遠遠超越了你們說會做的事情 昨天,長毛、梁國雄議員在我旁邊 我們一起給你們的警員去推撞 然後突然間你們作出拘捕 這些情況我親身經歷了主席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呢? 現在不是不合作 我們在現場也都是希望維持秩序 也都跟現場的人士離開著 到晚上那個暴力的情況更加令人震驚 這樣下去,我們不斷去支持警方 但是警方就將和平的示威者當作暴徒 這種情況你會將自己淪為一個梁振英的政治工具 我希望你回去三思